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鸡 视频是有字幕的 如果听不听出可以将字幕打开 以前我的视频都是没有水音 只有一串字幕 因为我觉得加水音是一件挺麻烦的事 我也看了一些视频教程 利用PS、PR甚至一些转换器 给视频添加水音 但是我觉得并不适合我 因为我做视频并没有用到这些软件 并不想因为仅仅加水音 就像视频在导入导出 感觉没必要 应该会有更好的办法 这次我发现了可以利用Finalcast Pro 给视频添加水音 感觉挺好用的 所以分享给大家 先看一下视频添加水音以后 大致的效果吧 这是我上个视频 因为我的水音设计的比较简单 就是一段文字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视频篇幅有限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博客 老郭重树 这里是我的大本音 内容更加丰富 我这里将水音分成了两种 文字水音和读片水音 先来看文字水音 视频我已经导入进来了 现在我给这个视频添加一个字幕 选择字幕 这里我添加一个最基本的字幕 没有一点效果的字幕 拖过来 修改字幕的文本 就相当于水音的文本 这里我写雕龙小记吧 改变颜色将它显示出来 接下来拖拖它的位置 就放到这里 然后字体大小都可以自己选择 选择完以后就是重点 切换到视频检查器 然后修改透明度 好的 这就可以当做我们视频的水音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我先将音频分离出来 不然听到音频干扰 播放看一下 基本上刚才这就是水音的效果 可以发现我是将字幕当成水音的 所以添加水音这一步 最好是在整个视频处理完以后 再覆盖一层字幕水音 这样是最好的 比如我来修改一下 这里加两个转场 然后加上一些背景 真正的字幕 现在我们将这些片段当成一个已经处理完成 只剩下添加水音的一个视频 然后就按照刚才的步骤来添加这个水音 现在就剩下一个问题 就这个水音没有覆盖完全 当然我们可以拖动这个字幕来覆盖 再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只要将这个字幕覆盖到所有的片段 就相当于给整个视频添加水音了 但是如果这个视频很长的话就比较麻烦 这里分享一个我使用的小技巧 单击这个字幕 然后右键 更改时间长度 给这个字幕设置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 比如100000 然后回车键 这样这个字幕就设置的很长很长 保证绝对可以覆盖到整个视频 然后将多余的部分裁剪 按一下键盘B 这把剪刀已经出来了 裁剪 再按一下A 键头重新变成选择状态 然后将它们删除掉 这样子就好了 可以发现在有一些地方字幕就显得很突兀 比如这里 如果不喜欢的话 一样可以将它裁剪掉 按一下B 选择好位置 点击一下 再按回A 按B A 删除 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刚才这是文字形式的水影 现在来看读片形式的水影 设计好自己的水影 比如我这里有一张我自己的 我的视频就是用这一张读片当作水影的 这张读片的生成很简单 就是几个文字生成的透明图片 我是使用工具来生成的 以前也分享过 现在我来现场生成一张 工具的地址在我做了一个读片导航网址中 就这里 然后生成文字读片 这里写上随意的文字 比如雕虫小机 然后这些参数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应该很容易看懂 我主要想提醒一下这个字体 大家都知道字体都是有版权的 有一些是可以让我们商业使用的 有一些是不行的 这个完整中迪工的这几种 我搜了一下 这个字体是可以免费商业使用的 同时它也允许填入自己自定义的字体 但是这个参数我不太会用 所以这里就不说了 然后我选择这里 稍微改一下颜色吧 保存下载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先就用这种图片来举例吧 在Final Cut Pro里面将图片导入进来 现在合成的视频里面是有一个水印在这里的 我在他们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个图片水印 拖进来 然后修改一下这个水印的大小 我这里用缩放的方式吧 然后修改一下这个水印的位置吧 这里已经放了 我放到左下角吧 选择拖动 完成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改变它的透明度 和前面一样 选到视频检查器 然后不透明度 差不多就这样吧 和刚才一样修改它的长度 如果觉得拖拽的形式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和刚才一样 右键更改时间长度 1000000 回车 B 裁减 A 然后删除 删除 已经好了 好的 这就是利用Final Cut Prime 给视频添加水印 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不必太麻烦 效果也还行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叼龙小记 主要分享一些轻生实践的小技巧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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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